Yoshi 嗨 我是J 今天呢 分享一下 我最近都買了哪些化妝品 以上呢 純粹分享 因為我很多都還沒用 首先呢 先從蜜粉開始講 我呢 非常非常常用的是 我這一個 MAK的這個透明蜜粉 然後呢 它已經被我用到已經 出鐵皮囉 登登登登 特別的了不起 因為說實在的 蜜粉這東西用到鐵皮 說難也不難 但是我把這個出鐵皮這麼快呢 是因為我不管在家裡面或者外面 我都會用這個 大多數時間我都會用這個 那真的很好用 不管是你只是用刷子這樣子掃一圈 就是輕輕地拍在臉上 做一個稍微的定妝 還是說像我這樣拿一個 這種蜜粉撲 就這樣撲在臉上定妝的話 都很好用 它其實有點像那個NAS的那個 NAS那個我沒做不知道叫什麼 就是反正什麼什麼什麼的透明蜜粉 就很類似 就大概都是這一款嘛 但NAS的那個大家用過都知道 它具不好取粉 那這個好取粉 如果說你是使用像這種蜜粉撲去拍的話呢 所以它就會 我一般喜歡用蜜粉撲在我的那個眼睛下面 去做為一個定妝 因為你們知道我眼睛下面黑眼圈腫嘛 然後遮下膏就會蓋得比較多 但是如果一般情況下用其他一種 就不是說特別好 或者說帶一些膚色的那個蜜粉的話 就會顯得更厚重 透明蜜粉呢它就是一點就是 一能定妝但它是透明的 就是不會說好像又硬加了一層粉底上面 因為我好像怎麼感覺我在推薦這一款 反正前面話說了這麼多就是 我終於把它就快用完了嘛 最近我就買了兩個新的蜜粉 一個是這個我之前在化妝的時候 也有用過的Poor & Joe 買的時候是一個裝在盒子裡面 然後它有附贈一個小袋子 超級可愛這個小袋子了 它上面這個貓咪的圖案 跟這個殼子上面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裡面打開呢 它也是透明蜜粉 我買的色號是01號 然後它有一個這樣小粉撲 然後裡面它這個粉的味道 跟他們家那個 我懂那個名字 南瓜 就是那種一大盒子的那個味道是一樣的 雖然是透明的 但是它有點帶粉粉的能看見嗎 然後有點像柔膚跟那個 磨掉你那個毛孔的一個效果 第二個呢說的是這一個 你看的是誰呢 就是江蘭他們家的 應該是什麼七彩牛瓜 衣服 我也不知道 然後買它 膚淺如霧 難道真的是因為它好用嗎 當然不是啊 可能純粹就是因為 你知道嗎 這個產品呢 是從我化妝的時候 就從我很小的時候 它就存在你知道嗎 但是在我小時候 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的貴 對我來講 我是根本就買不起的一個產品 但是如今我買得到了 就 也不能說實現夢想 但是 只能說 買它的時候 會覺得 我成功了 反正你就是小時候 沒買到買不起的東西 長大以後就 買下來 就覺得很爽嘛 然後裡面顏色 它就是 有一個紫色 破合色 粉色 白色 然後裡面有一點珠光 我 買了 兩個 非常貴的 眉粉 一個是來自 外燒的 就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眉粉 另外一個 來自 椒蘭的 就這個樣子 你們一定會覺得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為什麼 就是這個眉粉 為什麼一定要買這個 就是 說一定是要椒蘭 或者我還想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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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這樣子 我當時買這個時候嘛 我以為它不見了 就那種心痛 你不能理解 你知道嗎 我也說我這個 我剛買眉道的時候 我老子 我還沒用 然後它居然就不見了 就一直很氣餒嘛 然後呢 那天就Black Friday的時候 我就心想說 既然我沒有眉粉 那要不 就再買一個唄 然後剛買完沒多久 我在我的船底下 找到這個 我心裡想說完了 它都已經掉下去了 肯定碎了 是吧 我已經接受它 已經碎了 然後打開一看 一點色都沒有 一點色都沒有 超強 卻可以證明這粉壓的 是有多實 對不對 然後繼續講 腮紅的部分 首先呢 腮紅我要分享兩個 一個 椒蘭的 我跟椒蘭幹上 一個是椒蘭他們家 這個02號 可愛吧 它這個顏色偏 有點像 那個 嗯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誰啊 BENIFE的蒲公英 就粉粉嫩嫩的 嗯 就那麼很可愛的感覺 下一個分享的是這個 來自Dior的873 然後是一個 很明顯的櫻桃色 我發現我手頭上 有好幾個大量的顏色 我隨便挖一個給你們看 你們看到吧 是不是很類似 我跟你們講 買這些東西最尷尬 就是這些繁城套 因為你知道 我家裡面不是養貓的嗎 然後下面 布滿了貓貓 你們看得到嗎 對 就上面布滿了貓貓 巨噁心的 哦 接著講還有兩個腮紅 還有兩個腮紅要講的 其實是這個 這就是前我在化妝的時候 也有展現過的 這一個 Point Joe他們家的 這個貓咪的腮紅 我為什麼說 我真的好愛Point Joe 其實我買這個之前 我已經買過了他們家 這個顏色 109 這個是107 這個顏色呢 就是粉色 就是那種青春亮麗的硬粉色 但是為什麼我買了這個以後 又打算再買一個新的呢 故事是怎麼來的 我這個買的是從那個 ASOS買的嘛 我當時買的時候 我收到手裡面 它居然被摔裂了 它居然被摔裂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投訴為ASOS 他就說很抱歉 但是我們寄出去的時候 產品是好的 你可以去跟那個ROMEO 去討回公道 或者說你想要把這個產品 退了我們 還你錢 然後這個當時是已經斷貨了 我就是因為這個斷貨了 我才買了一個這個顏色 所以我不可能退回去啊 退回去我就沒了嘛 所以我就沒退回去 然後我心想說 要不再買一個 然後但是裡面 網站裡面只剩下這個顏色 然後我心裡面 其實不是抱很有希望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好像 不是很好看 中間它們有個棕色 後來不是試了嗎 好看 它特別適合秋冬 其實這個顏色還反而有點俗 因為它就是普通的燕粉色 然後這個裡面就是比較偏 肉色的珊瑚色 這個呢很明顯 就是香奈兒他們家 今年初的聖誕節 聖誕節嗎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是聖誕節嗎 應該是聖誕節限量吧 這兩個呢 一個是01號 一個是02號 其實我並不是特別想要買兩隻的 原本想說買一隻 作為一個紀念就好了 後來想說 不是快聖誕節了嗎 打算買一個送我姐 雖然說我真的 就聽起來有點漸漸了 就是原本打算送我姐 但後來又後悔了 不是因為說啊 覺得覺得說這個 覺得說怎麼可以送這個去老姐 但這個絕對不是理由 理由是因為 我姐是屬於比較那種很大烈烈的那種女生 然後她對化妝品也是保持了那種 無所謂啊 就她不是像我這麼熱愛嘛 所以她對待她的那些化妝品都是 就看我臉色就知道 之前看她有一個 Tone 4的那個唇膏嘛 就殼外面那個漆都被她給搞掉了 所以我這就是聖誕節禮物 打算換另外一個產品再送給她 然後兩個顏色先分享給你們看 不塗在手上 我還沒試呢 就還沒拍照 不捨得 不捨得 Sorry 如果明天要是拍的照 我可能會附一個試色在 視頻旁邊吧 一個是 應該是02號 02號 這是01號 顏色這個會稍微偏再紅一點 然後這個再偏 眉紅色 大概是這樣 它兩個其實塗出來沒啥區別 他們家這次系列塗了4號 其他顏色都跟那個鬼打牆一樣 我建議你們就買一支就好了 然後 我當時的決定胎 太魯莽了 但我跟你們說 我那天整理我自己 就化妝台 我發現我真是屬於一個不太正常 你們知道 我不是上次跟你們說的那個 MAKE他們家的這個嗎 我買到現在 快半個月了吧 我 塗都還沒塗過 原本想說 想要拍一個口紅試色給你們看嘛 就一直沒有動手 就拖到現在還是沒有動手 後來我發現 我好像不止一次這樣子 這是我去年買的那個 寄凡膝的水墨口紅 就它裡面是有一點黑的在裡面 看得到嗎 當時買了 我心裡也是顯得美美 啊 我要給你們買的新東西 我要試試給你們看 然後就拖到快一年了 也 沒幹 然後 我買的這個NAS 它也是這個也是搶得很辛苦 我到現在也 沒用過 就我 我何止 然後你們記得那個 特別紅的這個YSL407嗎 就好像講都沒講過它 它好像就沒出 它好像沒出現在我的化妝視頻裡面吧 好像 是吧 I don't know 燈燈燈燈 這個呢 你看外表 這就知道是誰了 這個呢 是 Shiseido的PK107 你們肯定說 哇 你的PK107這麼快就我有完了嗎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都買了快 多久 快半年了吧 就因為它太好用了嘛 然後就想再買一個 OK 接下來就來講韓國產品 是來自 那個伊地之屋的 雅光唇釉 大家都知道 我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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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他們家 就是那個 水光 就是不是水光 就是正常版本的那個唇釉 他們家出了一個新的 就是說是雅光的嘛 然後就買了 顏色跟我上一次喜歡的 好像也是OR201 我個人覺得還行 反正就是繼承了一切的優點 但就是 我之前也有寫一篇 也不是一篇 就一小個 試色 放在我的微信公眾號 在很之前吧 這個產品呢 就 無辜無措吧 它 它就是偏稍微滋潤版本的 雅光 不能說全雅光 就是還是濕濕黏黏的 但是能看到還是有一點點水光感的 然後這是 這個是這個顏色 就能看到兩個區別性不大 但是雅光的顏色會更深一點 然後更強烈一些 出的雅光版本 比舊的更著色力更強 但之前有那個妹子跟我說 因為我覺得是不乾 但是有些妹子覺得它很乾會齊皮 看情況吧 反正那麼便宜 大家買就完了 我跟你們說 良心說一句話 如果說你是要跟男朋友出門吃飯 就是跟你們比較親密的人出門吃飯呢 建議你們還是圖這種 染色懶 就著色力比較強的唇膏 為什麼呢 因為接完之後呢 你的唇膏顏色不會被人吃掉 然後你嘴巴還是紅紅的很可愛 首先呢 一個是來自 你們應該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你們是不是知道 應該是讀OI OI吧 它其實是O 一個感嘆號 一個O一個I 一個韓國的服裝的一個牌子 那他們跟那個Tony Morley 就是簡單的出了一下那個合作品 我對於 我對這個牌子也沒有說特別有感覺 還是什麼 我只是當時看到 他們在這個殼子外面設計的很可愛 然後這個燈是一出 我覺得這都很久 這應該是在夏天的時候出的吧 然後外面是一些仙人掌 然後裡面一個 就一個中規中矩的這種 哦 桃紅色 還有一個呢 是一個這種珠光的 有點偏橘的珠光 純粹就是因為包裝 然後這兩個顏色 這個畫完以後 這個再疊上去也很好看 然後這個也加 INIS FREE的高光 這個最近還挺常用的 首先你看我今天這個鼻子 用的就是INIS FREE的這個 然後雖然粉有點粗 我不喜歡太強烈的 但看情況 如果有一種鼻子呢 會稍微塗一點強烈的顏色 但看妝容的需要吧 我大多數就畫稍微比較淡一點的妝 就沒那麼特別濃 我就會出這種淡淡的高光 凸顯了下我的筆跡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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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然後他買的東西都是 他是服務老外的 就是我私底下有E-mail給他 問說有些產品你們網站沒有賣 我能不能私下給你買 然後我就付你一點錢這樣子 然後他同意 我就問他說 你那個腮紅什麼時候要進貨什麼的嗎 然後他就說腮紅不進貨 因為那個在韓國已經就挺難買 然後我不是買的愛你小物的那個唇釉嗎 就問問說之前那個想要的那個VDL腮紅現在還要不要 那我就說 哎 底下有嗎 他說有是有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裂孔在這邊 就能看不是特別清楚 就這裡你看有一個小小的裂孔嗎 然後這邊沒有 然後我就說型樣沒有關係啊 我之前不是挺想要的嗎 現在終於拿到手了 然後他家顏色其實挺正常的 就是跟他們家 就跟他們家這個桃子 他們家之前跟卡靠出的那個 是卡靠嗎 對是卡靠出的他們家這個桃子差不多 中規中舉一個蛋的桃粉色 好了 那以上的東西呢 我都介紹完畢了 嗯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今天視頻唷 那 玉祖先提前祝你們聖誕節快樂 因為我不知道我這個視頻會不會在聖誕節之後發呢 我也不知道 嗯 我也不知道吧 看你們想要看我看什麼視頻嘍 你們給我多一點建議唷 記得唷 掰掰唷 哦 如果好奇說我這件衣服的呢 如果說好奇的話 這個是在ZARA買的 應該還有貨 嗯 如果喜歡的話呢 你們自己去ZARA買吧 掰掰 掰掰 你 being person 點 點